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珍小姐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节的分行全接触 先跟大家跟进一下最新的视频 恒指报19,099点升558点 来到这个环节 我们请了郭sir去解答现场客户的股票问题 郭sir 你好 今天会把电话接驳到九龙总行的同事 有Michael在这里 Michael 你好 你好 郭sir 你好 看到大市成交780多亿 债近800亿都不算太差 今天的投资气氛有没有好一点点 我的省务都是很踴躍的 不过都是怕可能想问郭sir的意见 都不知道市况究竟沉底尾 或者有什么股票值得留意一下 所以有两位现场客都想问郭sir的意见 好 明白 都见到市场上来 麻烦你把电话交给第一个现场客户 就给张先生 好 麻烦 你好 你好 张先生 我想问一下汇控和渣打哪一种比较好一点 都想捞底 好 两种都没有货是吗 对 没错 好 汇控5号仔暂时股价52.9号半 升幅超过2% 渣打集团2888 股价53.2号半 升幅超过3% 二选一的话 想拿来捞底 哪一种好一点呢 郭sir 二选一就选汇控了 因为渣打其实都跌了很多 但问题基本面已经转弱了 否则说明末期息是不会派发 反而汇控仍然可以有一个末期息的派发 只是这一点 反正两个我都是持有的 否则去到一万九千多 是否已经见底 都会看到一两天 看看行指能否回到十天线上 设计定 不明朗之下 如果要作部署 第一我要考虑的就是 万一这手货我又持有的 哪一只有息收 老实说当然是汇控 第二说股值的汇控都吸引过去 以现在的汇控 十倍的市盈率都不到 况且有接近七厘的股息 如果派到旧息的话 反而渣打情况就比较麻烦 因为第一他说了 这次末期息是不会派发 其次来说 在一些新兴国家的发展 还有很多后遗症 包括印度方面的一些贷款 是有机会是违约的 所以股价虽然便宜了很多 但并不代表可以作一个中线的部署 况且环球不断地裁 说真的 一间金融机构最值钱是什么 当然是员工 你没有员工的话 你怎样去发展 这是最大的资产 但他不断地裁 往后发展 我也不知道他怎样做 如果你拿第二个来比 都还可以静一静 但如果真的拿渣打和惠控 这两个来比 老实说 你多问我一次 我两者选其一 我都是选回惠控 不过当然 还有其他更加好的选择 不过现在你问是问这两者 所以就在二选一选惠控 好啊 二选一选惠控 麻烦张先生是否还有其他问题 没有了 麻烦你把其他电话交给第二位 是 Michael 是啊 陈小姐也有个问题 两个问题想问一下郭先生的意见 你等等 喂 陈小姐你好 你好 我想问一下 我有11号恒新 我是135元入 应该怎样做 11号恒新银行 暂时的股价122元 今天就是靠稳 升价0.494 135元有货 应该怎样部署 郭先生 其实早前在142元的防守性很强 之后整个大市气候所累 不是渣打 也不是回风 也不是恒新本身的问题 市 气候一直向下走 你作为成份股 我不理你怎样都好 跌多跌少 你都是受到大市气氛所累 现在很尴尬 因为一年的低位 亦都是近期的低位 121.1 即是说 价格是逐步向下市低位 你相对汇控大概10倍的市盈率不到 你恒新现在还有15倍的市盈率 明显略为高了这么低 但始终你买得恒新 都是中市的部署 135元买 很可能 任何风险管理 都是130元左右 没做到就没办法 现在这分钟 息率那边有四厘半 其实恒新在另一个角度来说 他强于汇控 因为好像早几年的金融海啸来说 汇控当然受到很大的冲击 反而恒生就完全没有事 始终地区性银行 亦有地区性银行的可取之处 现在这一刻 135元买 唯有是拿着 因为任何止蝕行动 应该是穿130元就做了 不过当然买得插打 对 knot股也没偏说垮 我就明白你 PhD 现在问我怎么做 我唯有建议你继续持kan 这次不计anka的派送 也收acy去算 再提及一раф大市 有机会 zal слож 调整已暂时告它断落 正欠点渗 恒指能否回到十天线 如果能够回到十天线 我觉得经过这三千多点下跌 市可稍微断定一点 況且下星期三就期止轉倉日 下星期四就期止結算日 斷股這三兩天 只要沒有一些特別利淡的因素出來 淡油未必會太大力去追擊 況且港元匯價也是強化的 怎樣都好 我認為暫時拿著手課 好 謝謝郭Sir 陳小姐還有其他股票問題 有 還有一隻 我想問問一隻66地址 長遠都不可以呢 什麼價位任何呢 都是沒有貨在手的 是不是 沒有的 沒有的 好 那66號港鐵公司 港鐵公司暫時股價34.6 今天股價也是靠穩的 其實市況這麼不明之下 其實會不會都是買這些 港鐵公司這些半公用股會比較好些 的確是這樣 因為這次 它還有一個特別股息派送 分兩年 每年派兩個二銀錢 不過當然要股東大會舉手通過 如果你說在市況這麼不明之下 你又想買一些穩穩鎮印的股份 包括九燈 港燈 電能實業 長江基建和港鐵 都是最好的選擇 因為他們的收益是不受經濟周期所影響的 況且港鐵只是鐵路運輸的完善 其實每天的人流是很多很多很多 即現金流是很強的 唯一要說的是西九的項目 真的有少少變數 如果下個月到期都不能獲得立法局 批核注資的話 工程真的會停 我個人覺得這個工程 無論如何都要做下去 不應該停一停 全香港都輸了 無論如何都要買的 我有個建議 不要計價什麼價買 因為一年的低位 看看資料是33.05元 相對現在34.6元 不是差很遠 況且除了香港政府之外 港鐵是最大的地產發展商 因為土地住備最多是它 無論如何秤都好 我覺得都是可以買的 不過不要急於三兩天就要見到它升 順帶一提 你買完之後 就要開股東大會 舉手贊成 就可以了 我建議你買的 好 謝謝郭Sir 陳小姐 麻煩你把電話交給同事Michael 好 謝謝 Michael 謝謝你 謝謝 謝謝 拜拜 再和各位家庭觀眾 跟進一下最新的市況 上證指數升36點 報2916點 深淨城指升135點 報10111點 報深300升32點 報3113點 行指方面報19122點 升581點 郭企指數8146點 升306點 大市成交800億 這次時間差不多了 先和郭Sir做新報 剛才提及過的股份或指數相關資產 你有沒有持有 是沒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